这个板凳是不是很独特? 它的原材料就是两节烂木头 在木工师傅的创意设计下 做成了这个好看又独特的样子 土豪出五千块,直接买走 木工师傅也是惊艳老道 既然整块木头做不出什么好的东西 不如将其切断,切成几十个小木块 方便制作其他东西 这些木块也没有独特的地方 普通的木材也能切出来 将每一个小木块都丢进胶水中 然后将这些小木块按照规律 排列成一个长方形 这样子排列,还蛮好看的 看着就像是编织的一样 有一种独特美 对此你们喜欢这个设计吗? 切割成圆形后 将其固定在车床上 利用机器将其转出四个凹槽 方便座椅的组装 现在这个板凳的主体 看着就像是案板一样 边缘都是棱角 一点都没有凳子的影子 木工师傅在其中间画出标记 拿着车刀就往边沿车去 如果要找车掉右边这一截 大概需要花一个小时 毕竟什么工作 都有其特别耗时间的地方 还好木工师傅并不是这样操作 只是将边沿的车出一个弧度 使其变得更像凳子 再在一侧往里车一点 把这一侧的中间车的低一些 这样才符合印象中 爷爷奶奶编织的凳子 给这个板凳表面 涂上一层腊油 就更加显得有年代感 感觉一下子回到了童年 那时有人疼 也有人揍 真是太怀念了 从车床下取下一看 车得很立体 像急了奶奶编制的凳子 紧接着就是制作桌腿 木工师傅顺便找到一些边角料 在车床机器的配合下 被车过几轮的木棒 就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根十分耐看的桌腿 打磨过程中 不可避免会产生毛刺 木工师傅的处理方式 有点另类 先是用砂纸打磨几遍 再抓起一把碎木线 来回地擦拭 结果效果意外地好 桌腿表面被磨得十分光滑平整 一个木制品的价值 不是单纯看木材的好坏 更是比较看重细节之处 看着这个细木棒 你们就能明白 这位木工师傅 有多注重细节 他特意将木板的两头 都撤得比较小 并转出几个小孔 这样子做的好处 不仅能够提升档次 而且组装时 更加搭配好看 将做好的桌腿部件 一个接着一个 相互组装成一个整体 将桌腿对准四个孔位 没有丝毫的误差 这就是将细节做好的表现 这个木锤 真是好看又好用 帮帮敲几下 就把桌腿敲实了 给桌腿涂上一蜡油 看着就很有感觉 就像是一件艺术品 如果真的要说个价格 感觉没有两千块 卖出去一定会后悔 一位土豪看见这个凳子 就十分喜欢 一句废话也没多说 直接问五千卖不卖 听到这个价格 木工师傅傻了 果断卖给了他 对此 你们觉得五千块贵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小杨 我们下期再见